刚刚的重点 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做蓝跟列的锁定 这个技巧的话 其实以后原理原则大概就是 只要是你的资料来源的列 比如第三列跟资料来源的蓝 记得如果你要向下 那你就把那个列部分锁起来 在哪一列 第三列 哪一蓝 A 蓝 所以你把三列跟A 蓝锁起来 那这个打个勾 其实公式完成 向下跟向右就一切合成 最怕就是说你公式里面 蓝跟列的位置没有锁正确 没锁正确的话 当然你就没办法说一次性全部就做完 那这个可以做 哪些地方可以用 其实蛮多地方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完成 太多了 这个部分跟蓝列锁定 其实只要是一般在处理资料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遇到蓝列锁定的技巧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 他要我们做出类似像这样的表格 我们来看一下表格 因为这个表格 它的那个文字叙述其实有点 有点总长 而且其实看完之后 你可能有些东西还是不知所云 他说什么呢 总共有A到C的设定 总共会需要设定三种样式 一个是最粗的实线 那哪个部分呢 其实就九十八表的上面跟下面两条线 用最粗的 那里面的部分的话 用细线 哪些用细线 特别之后就是这里面的线 不包含左边跟右边这条线 然后呢 在什么呢 在哪个地方做双线 其实就是标题的下方 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预览列印一下 列印预览 OK 然后把它变成横向的 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的话 上面这两条 上面跟下面 这两条线就是出现 里面的部分基本上都是细线 那左边跟右边这边是不要线 这边两边不要线 然后呢 这一条 这边看起来 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边 你把它放大之后 这一条线 双线 这一条线也是双线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做 才会刚刚好 符合它的要求 其实这边做法还蛮多的 那我大概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我把它back回来好了 把它恢复 基本上的话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希望上面这一条线是出现的话 几个方法 上面跟下面都要出现的话 你可以两次 那你入来一次的话 你可以把这整个范围 圈起来 全部哦 然后呢 针对上面这一条线跟下面这一条线做设定的话 怎么设定 第一个先找到其他框线 这边基本上没有完全符合我们要的 有没有它上下框线是有可是上框线下 它不知道是不是出现 我们这不确定 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用其他框线来做 会比较OK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他框线第一个 我们先选样式 选什么呢 最初的框线 这个 色彩不变 因为它没有说要变色彩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针对这个范围 就是我选取的范围的上面这条线跟下面这条线做设定的话很简单 你只要在这个框 这个框框其实就等同是目前的这个框框 那我只要在上框线的话就在上面这边点一下 它就上框线有了 下框线下框线点一下这样就有了 意思就是说帮我针对这边选取范围的这条线跟这条线 画两个出现就OK了 把它按确定就OK了 好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里面的部分要变细线 但是除了左边跟右边这条线 还有上面跟下面已经画出线 你不能再把它改成细线 否则的话它的细线就不见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取消好了 直接就用目前这样子 其他框线 那记得你会发现上面这个线已经存在 接下来就细线 所以请你把样式改成这一个 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你不要再点上面这个 点下去它变细线 有没有变细线 不对 这个地方把它恢复好了 出现 然后细线的部分 主要针对哪几条线 里面的线 所以纵向的线 帮我画一下 还有横向的线帮我画一下 还有另外的话 特别注意这条线不要画 如果你这条线画了 那这边就一条线 题目是不要这条线 所以这条线不要 不要 如果你加了不小心加上去 你怎么取消 再点它一下就取消了 这边这条线要不要 这条线也不要 也就是里面 上面两条线是出线 里面的话是细线 按确定就可以了 左右不要线 好 这样子 各位看一下 上面这条线 向下是出的 里面都是细的 左右没有线 那最后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这一列的下面这条线 那你要怎么 针对 A3到J3的下面这条线 画双线 最简单的方法 你先一选取A3到J3 二的话 请你再选择 这个框线的部分 其实这边有一个 预设的选项 刚好有符合 什么 底端的双框线 意思就是说 我选的这个范围 在那个底下 帮我画双框线 因为刚好题目要的是 刚刚好 点一下 你会发现移开 这条线刚好双框线 那它会帮我把什么 刚刚那条细线给盖掉 OK 然后再来的话 这边的什么 这个范围里面的这条线 我们刚刚有画到 是细线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盖掉的话 特别注意 你就不能再用刚刚的方法 先选A3 一直往下选取到A12 如果这条线 要把它变双线的话 它好像没有什么 刚刚这边有个底端的双框线 它没有左侧双框线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 没关系 选择其他框线 其他框线部分的话 你就找到什么 找到双线第一个 因为我要变双线 第二个是针对这个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我选的是这个范围 的哪一条线呢 右边这一条线 所以记得先选这一个 再选这个范围里面的左边这条线 把它盖过去就可以 双线 点一下这个 记得右边这边这个点一下 变双线 然后按确定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这条线也变成双线 这样看到结果 你可以再利用档案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列印 列印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点一下这个按钮 它会放大 上面跟下面的出现 然后里面这个列 标题跟蓝标题的 下方跟右方是双线 其他的线条都是细线 去除左边跟右边的线条 就是它要的最后的结果 OK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这一集主要是考你会不会 利用画框线的部分 画出它要求的框线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对角线把它填成橘色的话 填颜色的意思是这边对角线 这几个它是希望把它填上橘色 当然你不是说填颜色是这样 橘色的话 你看这边有个橙色 它是这样子 总不可能说你要用手中的方式 用复制格式 点两下 不是叫你这样一直点 一直点 而是说什么 它是希望可以用里面的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 把这个游戏桶把它再点掉 它是希望你用规则的方式 这边就是写一个公式 可以把这件事完成 而不是说你用手中的 它不是要你用手中 至于要怎么做 各位待会可以看一下 第三题 格式化条件设定 画面先还点各位一下 先把框线部分按照题目要求的 试着做做看 好 咋 咋 etti